这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他的副手赵绍康 今天召开的记者会带大家来回顾1998年 台湾首起的思觉失调患者挟持公车的重大事件 那侯友也说这是当时他是第一次认识赵绍康 因为当时他是担任刑事局的副局长 另外赵绍康则是被嫌犯点名要到现场的主持人 那侯友也借此呢就是呼吁未来的社会安全网要加强 以及要关注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 不过也被问到说因为昨天是大剧弹的首场的国际赛事开打 那侯友也有发一篇文 里面还特别讲到说为什么大剧弹不能早点完成呢 为什么要拖拖过八年 也被认为其实就是在暗酸科文哲 那来听一下今天侯友也跟赵绍康怎么说 提出问题的人是很简单 解决问题的人才是不简单 这个过程我也看在眼里 我也看到蒋万人市长以及李四川副市长 非常上任积极的去认为这个问题 愿意勇敢承担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昨天很开心 中华队赢了 哇死定了 太开心了 其实享受不是赢得开心 享受是大家前面总算有一个忌惮 大剧弹我现在看柯文哲 他是一个破坏者 他不是一个建设者 可以听到赵绍康直接炮火很猛烈 说柯文哲是破坏者 根本就不是建设者 另外也被问到说 柯文哲其实昨天讲说 如果是总统大选就蓝绿对决 也就是赖肖配对上侯康配的话 那赖心得一定会赢 因为在台湾亲美的版图 还是比亲中的版图还要大 那今天侯友宜不只是说 自己真的是没有亲中 还说如果要亲中的话 民进党实际亲中的人还比较多 那另外赵绍康呢 也替侯友宜挂保证说 如果侯友宜亲中的话 那全台湾人民都比他还亲中